悬浮切跑道具是什么感觉 今天我就冒着掉分的风险 演示几遍给大家看一下 我作为一个竞速选手 道具是真的没有怎么研究过 而我赢几把发现这个道具还挺好玩的 可当我真正猜起来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有氮气的情况下还可以小秀两把 有自爆的时候 没有掌握好这个时机 是用来扎自己的 而队友开着自爆却是扎了自己人 前方有对手却硬是把导弹 传给了有独角受宠物的队友 偶尔自己把龙卷风放在前方 自己却冲了进去 自爆的原理是可以做到无伤加速 要么就是配合弹起 要么就是掌握好腾空的那瞬间 所以我感觉我好惨啊 以奇人之道还至奇人之身 你们的导弹可掐的真准啊 我肯定会还给你们的 给他们来个胶岩蛋白 买一送一还不错嘛 这个不着急 你还想给我胶岩蛋白 我可是有防御的呀 队友已经在我的附近了 那他们可以帮我挡伤害 这样 我直接把所有攻击往你身上一丢 这个第一 还不是妥妥的拿下了 不瞒你们说玩悬浮车的时候 遇到的都是大佬呀 玩不过啊 只能用这个东西 这个悬浮车有时候啊 他们就喜欢这样玩我 玩的我有点惨哈 那我现在可是长了记性了 这样我给你们来上一个看一下 到底有多么舒服 开心吧 以第二圈这个距离来看 这局比赛轻松的拿下了 不过我感觉我还是有点差呀 很多还不明白的 希望大家多多指点一下